无冷 天地和 才该与君绝 不管是浮夸的台词讲着山盟海誓 还是男女主角激动的证明彼此相爱 琼瑶的戏也令人联想 他和丈夫平心桃的故事 当年琼瑶和平心桃爱得轰裂 琼瑶脸书曾说 平心桃要冲下悬崖 自己趴在隐形盖上求他才捡回一命 而事实上平心桃和琼瑶交往时 就已经和画家林婉珍结婚 还生下三个小孩 这次事件再度扯出家族成年往事 原配儿子平云表示 妈妈已经不想再追究 原配儿子平云和女儿平安也发声明 认为琼瑶公布平心桃的病情并不妥 而其实琼瑶在嫁给平心桃之前 也有过一段婚姻 生下一子 而媳妇何秀琼这次听到平安的声明 也痛批第三代不应该如此 护航琼瑶 但平云回想当时 父母攜手努力 共创家庭也忍不住感叹 上一代的感情糾葛平云表示自己不方便再多回应 而母亲林婉珍现在也持续画画过着悠闲的生活 不希望这次因为平心桃的事情再度模糊焦点 接下来站上传绘一集台北报道